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亲朋好友 今天是董家的大喜日子 欢迎你们的光临 黄老板金属座八件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 黄老板耳环十六倍 黄老板还有张满板 拖住好不让我走 黄老板养酒十香 她怎么来了 黄老板十六倍 张老板金项链六剑 二姐 我好紧张啊 你 你快点摸 我的心脏现在一直砰砰跳呢 金耳环十六倍 你快来抱抱我 这两兄弟 这两姐妹 这两兄弟 人情都传回美坛了 应该办得风风光光啊 要不然彩云临时 把这个丁金酒提前 我还想多准备挤烟呢 这些这孩子啊什么都好 就是个急性子 跟我们子涵真是般配 将来这小两口成亲之后 不知道还会闹出多少笑话来呢 性子急有什么不好啊 现在有请董天玺先生和叶子涵小姐交换定亲戒指 只要紧张啊 请董天玺 请拍照 请拍照 打掬 孙凯 赶勇 天玺 子涵 怎么会这样 我爱的人 是叶子秋 这我宁婚的应该是她呀 为什么会这样 三月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天玺定情的喜日子吗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自信号 天玺 子涵 天玺 董家搞的什么鬼呀这是 我们是来到喜的 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建光 这么多客人都在 你要注意分寸了 那怎么回事 那得问叶家呀 装茶嘴 我 这就是你在佛堂潜心经修的结果 你太狠毒了 爹 您息怒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问你啊 都是她弄的好事 爹 坐下 坐下来 这好戏还没开眼呢 是啊 好戏 刚刚开始 天玺 娘 这 这 诸位 诸位 今天啊 这个事情啊 发生的纯属意外 我代表我们东家 董老爷 董夫人 对 向诸位 表示 歉意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至于这个 准新娘的调包 是我们东家 上当受骗了 我们欺骗 是你们欺骗了我 欺骗了我 欺骗了我女儿 哭什么的 怎么会怕 不要听她的 这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 什么骗不骗的 当初是你们家子涵 追着天玺 哭着喊着要跟人家结婚 只可怜 天玺到现在才明白真相 你倒是倒打一耙 金大乡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你是不是和吴采玉 他们联合起来 要让我们叶家 在大伙面前丢人呢 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 你不就是想 仗着董家的成衣厂 养你自己的名 得你自己的利吗 可你想想 云庆我们这些裁缝 你放在眼里了吗 你可真够能钻赢的 先是 把大女儿嫁到董家 现在 又把小女儿嫁到董家 事情抱不住了 反而自己倒成了被害人 你胡说金大乡 真没想到 你现在变得这么阴险狠毒 猪狗都不如 你妈谁猪狗不如呢 我看你们叶家才是狼子野心 蛇蟹心肠呢 这下好了吧 演戏砸了吧 偷地不成十八米 金大乡 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变成董家的一条狗 我在你们家才是狗呢 你 我打死你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你怎么怎么打人呢 你别打了 我打死你 你怎么打死我 你怎么打死我 你怎么打死... 我打死你 你怎么打死你 子晃 子晃 你们都骗子 干什么 胖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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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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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而且你爱得跟我一样深 对不起 别说了 但你哥爱你的妹妹子涵 我也爱子涵 就像哥哥爱妹妹一样 子秋 你没错 子涵也没错 是他错了 他跟我们三个开了长毛孝 芸汐 好笑吗 这就是你想看他们结果 芸汐你别这样好不好 别这样 我欠你的好 我下辈子还你 我下辈子 我也给你嫁给你 好吗 这辈子见我 你下辈子后 下辈子 你也求你怎么懂 子秋 我不惯你 我也不为难你 我董天熙这辈子 只爱叶子秋一个月 还行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哭了 这不是你我的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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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哭了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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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秋 这里才是玄艰 我才是那个应该继续聊 属于我自己世界的那个人 好好对自己 好好对自己 天心 天心 天涯海潇晴 忘了天雨停 再也不分离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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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哪里都找不到我少爷的影子 赶紧去车站 码头再找找 是 快去 建光 你不用去了 我让王坦佳去找了 建光 怎么 我的事你也要干涉 我知道这件事我有不对的地方 可我这么做 我也是为董家将来着想 够了 你不要再口口声声说 你是为了董家了 你是为了你自己 你是一个自私无情冷酷的人 你还是搬到佛堂去住吧 这个家没有你 为太平得多 老一夫 老一夫 二少爷有消息了 好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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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请问一下 有个叫叶子涵的病人在哪儿庄 叶子涵呢 病房医就是 是 是 别凑怪她 她真是害子涵 当假的 子秋心里比谁都难过 不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是我把子涵害成这样 天心也走了 都是我的错 子秋 子秋 子秋不能这样 子秋 子秋 不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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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在这儿呢 辛苦 别不难过 娘 娘 子秋 娘 子秋 子秋怎么样 刚跟我说 亲家 亲家 我对不起你们的 对不起 大姐 你还真要搬到佛堂去住啊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了 你说我待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都是叶家者出的祸 你要真搬出董家 那董家就完了 姐姐姐 来来来 你先坐下啊 采凤 你说姐的苦心真的只有你懂啊 我求求你了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也不是诉苦的时候 得赶紧想个办法 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我软的硬的全都试过了 就是逗不到那个叶子春 我倒有个主意 你看成不成 说呀 哎呀 两败俱伤 说起来 还是天玺这孩子伤得最深的 感情的事啊 当父母的呀 想管也管不了 广州那边我已经打电话了 会有人去车站接他的 我只是担心啊 他回来以后和子涵子秋怎么相处 亲家 这件事 也许现在我不该提 可是我还是想告诉你 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代表董家 向你们家表示歉 我不想听这些 我先就希望子汗 赶紧醒过来 我想 等子汗醒过来以后 我们就搬出董家大展 找进公寓 我们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子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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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子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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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子汗 你要快解了 没事 娘 我出去给你买点吃的 出去之后 就再也不要回来 不想见到你 子汗 我 子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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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妈饭 兄弟 他起头上了 我知道 你没事 大姐 我去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好 我 我没事 你天天伺候着五彩凤不说 现在为了董家 还要挨叶吉祥的打 打心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有我的打算 什么打算 你现在 是越来越不愿意跟我说实话了 是不是 我瞒你干什么呀 你还要做什么 说到底 我只是个吓人 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晓儿 你别这么想 你现在是我最亲近的人知道吗 记住了 无论我干什么 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 大星 大星 好 先吧 我来 老跑 我来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我来 您来 好 子秋 你先回去吧 我来照顾子汉就可以 回去吧 子汉的性子你是知道的 姐姐有话跟你说 来 子秋 给子汉一点时间 它会好起来了 大姐 我本来打定了主意 去广州找一份工 等天玺和子汉结了婚 我再回来看你们 可是现在 我逼走了天玺 害怕子汉还成这样 子秋 这不是你的错 你是不是把子汉误会得更深 犹豫和天玺私奔是吗 子秋 你的内心实在是太柔软了 柔软到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 只是你用错了方法 感情的事情靠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对 如果你想看我的话 我会相信 我而是 你不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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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过分 你不太过分 我阿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进后加音吧 叶师傅 亲家 你看要不 我还是做我的小铺子吧 总设计师 算了吧 我有个师兄啊 他在省城 要不我 办成一场 是为了云庆 总有一天啊 他会成为云庆人的骄傲 所以啊 我不想找一个外乡人 来担死重任 亲家 我知道人言可畏 我也没有什么资格 在你的面前 说一些隔靴骚痒的话 我是求你帮我 也帮云庆 你们看 到现在他们两个还在狼狈为奸 叶子侠 我们冤枉你了吗 你还去问华庆了吗 各位师傅 各位师傅 我这要找你们呢 有关乘一场的一些误会啊 必须澄清 你不用花言求意骗我们了 云庆几百年来 哪家哪户做衣服 不是找咱们裁缝铺 你倒好 懂大善人 你表面上一副 仁义道德的样子 可是啊 你的心肠比随都狠 这陈一场一开 机器一转 衣服几百件几百件的出来 你倒是挣了大钱了 可是我们这些 说我们做房怎么办 对啊 怎么办 没有人上门来做衣服 我们何其为奉卷 各位各位 我找你们啊 正是为了这个 我开场做诚意啊 是为了销到国外 是为了让国外那些中国人啊 都能穿上咱们同胞 做的忠实衣服 等工程运作起来以后啊 我请各位 你别来这一套 你们这些有钱人的鬼话 我们才不相信的 大家说对不对 不相信 我们不信 对 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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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 对 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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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信 喂 怎么样了 继续找 一定要找到他为止 给程局长打电话 让他赶快派人来 不不不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 让我来劝劝他们 别急别急大家 诸位诸位诸位 听我来说啊 你们这样也不是办法 是不是 咱们都是手艺人 不是地痞流氓 咱们得懂规矩 是不是 新业的 你有什么资格 给我们讲规矩 你帮着董建光 欺压我们 对 你早就破坏了 财富的规矩了 对 大伙计 没事 大家听我说啊 董老板呢 他确确实实是为大家 为咱们云庆 你说 咱们都几十点的兄弟了 你们能不相信我吗 你们要相信我 我们虽然无前无事 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傻 谁是兄弟 谁是叛徒 我们自然分得起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你们不能这样 别冲动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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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了 杀了啦 干什么 死了 你死了人 打死我兄弟 要你竟然才费 别动手啊 不能动手打人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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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静一下 别打了 不要冲动 大家冷静一下 各位师傅 有什么话 好好说啊 要来一个帮手 怎么 诚心动力去死吗 是 好 好 我穿什么事来动我姐夫 不要冷静冷静 咱们都是 小兄弟 用什么 干什么啊 别打我 别打我 我胆子也太大了 我们少爷的岳父也敢走 打开 不许打人 慢着 金大星 说起来 你也算是半个董家人 干嘛帮着这些穷裁缝啊 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人 只是跟我姐夫 在有些事情上 产生了误会 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 龙少爷 咱们不能以强其弱啊 各位师傅 你们都是我的长辈 都是我叔叔辈的 看着我长大的 今天在这儿 我就说几句没大没小的话 各位师傅 娘 天父 娘 怎么了 我让五叔去吃战等 他没见到天喜 我刚打完电话 给广州所有的亲戚跟朋友 没有人有他的消息 天父啊 天喜他失踪吗 你说他有什么好歹 我怎么活呢 娘 您别着急 天气这么大人 不会有事的 您放心 我再去找他 把这凳子扶起来 对 往那边收拾一下 亲家 我替我那妈弟兄们 向你赔不是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幸好人没事啊 你赶快去看子涵吧 好 那个 小王啊 给叶师傅 再准备点饭菜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想办法 怎么会有今天这个情况 我 我 来 爹 姐夫 刚才呀 多亏了你救了我呀 姐夫 咱们是一家人 还说这客气话干吗呀 倒是 龙公子 我哪比得了你呀 似两拨千斤 说不了两句话 把那些穷鬼 都给骗走了 龙少爷 话不能这么说 他们都是些老实人 老实人 古往今来有多少帝王 都是被这些老实人 隔了命 造了反 说古我不懂 我只知道 弱者该帮 善者当助 说起来那些人啊 都是我的长辈 他们的为人 我了解 大西啊 你刚才 建议他们用借款入股的 这个 是这样 我当时 也是一急想到的 既然 他们怀疑姐夫办厂的企图不良 我想 那莫不如让他们出资加入 如果赚了钱 一起分 要是赔了钱 我想姐夫你也就 山城一条绳上的骂的 一年后要么分红拿钱 要么催债付息 这说来说去 都是这些老实人受益啊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对这些老实人来说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把自身利益和这些穷鬼拴在一起 可不是生意之道啊 既然招的麻烦解决了 爹 我先告辞了 好好好 好 姐夫 我刚刚是不是太莽撞了 没有没有没有 大雪 要不要到我那儿去坐坐 不了 采风这两天不太舒服 我回去陪陪她 那也好 那我就告辞了 好好好 来 子涵 咱多吃点 子春 你爹怎么还不来呢 要不回去看看吧 兴趣爹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好 我先回去了啊 子春 我给你姐说两句话就来啊 子春啊 这些天你天天在医院 天福的 娘 您别管这些了 照顾子很有情 我知道 可这毕竟不是天福的错 你该回去看看她的 我不想回去 就算 你对你婆婆有再大的埋怨 董家不管怎么说 也是你的婆家 她做错事情 不代表你也可以不懂道理 听杨的话 回去吧 好 那我去看看 反正再过来陪子涵 好 照有我呢 放心吧 小子涵 往下 我给你何而言 天福 这事 我派你 你不过来我 想过去 我应该去 我怕你 来我 我看你 你就让子涵先把火发出来 等他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我们坐下来 找个机会好好谈谈 听姐姐的好不好 娘 如果你要是想象 当初反对大哥大嫂那样 反对我跟子秋 我就死给你看 娘 你回来干什么 我回来看看天福 你爷里还有天福吗 他是我丈夫 我都忘了 你是董家大少奶奶 娘 子涵出车祸 我想在医院多陪陪他 你是想让我跟他道歉陪礼 媳妇不敢 心里这么想就不怕说出来 娘 我先上去了 天福出去了 那我去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最好多拿点 全部都拿走 省得来回来去跑 看得心烦 娘 家里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每个人行都不好受 我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得饶人处且饶人 有些话说出来 伤了自己 也更加伤害别人 你这是在教训我吗 媳妇不敢 自从我进了董家 我是一心一意把您当作自己娘一样地来对待和敬重 敬重到 想和我一针董家掌门夫人的地步 家和万事兴 我只希望做好天福的妻子 董家的好儿戏 董家的儿媳 你想的应该不止这些吧 我是小护人家出身 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些 人往高处走 走到了高处还想更高 这是长期你又何必掩饰呢 山再高总有顶 脚下的路走踏实了 人这一辈子才会心肝无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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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